而文强作为这56个保护伞中最大最黑的保护伞 以各种异议收受他人会 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力 且受贿1211万人 数额特别巨大 这些黑恶性质组织的残忍与嚣张 还远远不止这些 就在重庆打黑除恶专项工作 正在展开的时候 这杨天庆一伙人居然是顶峰作案 在真闹市区域杀人 但是2009年6月26号下午3点 重庆北贝区男子梁一平 被杨天庆藏火乱刀判死 其肢体被砍成了毒结重 现场残毁人 据杨天庆藏火交代 他们按照埋主理想方的要求 制定的计划是这样 不要一刀致命 要砍被害人40分钟 还要砍去其手脚 并全程录像起到杀一警百的作用 当时都觉得这个山 天都塌下来了 当时他看到过后 已经血液流了 在车子上已经血全部 都流了2000细细 车子上面那个血液都已经停的了 车子下面那个 更常的车子上 也不停 工作了 OK 请你俩 klaar 有勿讯 从人群事件上 做练子上 那